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房地產數據 數據每一個國家的法例都不同 等於內地私隱無嚴格 他們在商場裏面可以掃插人頭 掃插人頭根據資料庫 知道每一個人的收入是多少 他的消費是怎樣 他的喜好是怎樣 全部都知道 曾經亦有一些鏡頭或摺圖出來 中國政府用探頭去看人 就知道他人的身份是甚麼人 他的教育程度 全部資料都出來了 但在香港因為私隱條例 他是不容許這樣 所以你看到商場裏面 他不可以掃插頭 他只可以掃腳 由腳去判斷他是男 他是女 他的年紀是怎樣 或者是用熱感去偵測 究竟他的人流 在哪裏會是多些 即是整個flow是怎樣 代替了掃人頭 去做一個數據的分析 這些是說每一個國家 他們的數據合規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在營運 在房地產裡營運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的地方 另外就是數據 我們在售賣的時候 有時候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是想當然 沒有很清晰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憑的就是經驗 之前我都說過 這個Netflix和TVB的分別是什麼 因為Netflix它是有很大量的數據 因為它是over the counter 它知道你們喜歡什麼 看點擊率 看收視率 即時有反應 反過來無線TVB 你是需要 又要做一些 還在計算這些 調查的點擊率 根本就不知道 沒有那麼容易知道 客戶的口味 需要一些領導 就憑他的經驗 去判斷客戶是需要什麼 兩回事 所以數據對於 就算建築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今天想說的房地產數據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